为了防堵新冠疫情入侵部落 万荣乡公所从26号开始 动员乡公所的人员以及部落志工 在西陵、建勤、万荣、明利、马达 以及红叶等六个万荣乡所管辖的村庄部落 出入口设置了部落检疫站 针对进出村庄及部落的人员 进行额温量测、折金消毒以及石联制的登记 要杜绝疫情入侵保卫家园 玻璃情分局也不定时前往各部落检疫站 关心以及协助 与公所人员以及部落志工讨论 部落检疫站设计的动线 以维护交通顺畅以及人员的安全 并且柔心的劝导进入村庄 以及部落的人车减速慢行 主动配合以及守护 因为本所辖内居民 都是太鲁阁主原住民主的人 而自己也是土生土长的太鲁阁主人 在疫情升温期间 希望用母语宣导的方式 让更多的族人能够仔细聆听 确实配合政府防疫政策 以提升部落族人的防疫意识 维护大家的健康安全 凤林分局表示 为了守护家园 维护居民健康安全 分局同仁将不定时的前往 各部落的检疫站提供协助 如果有遇到违反防疫的政策 像是没有佩戴口罩者 将不再劝导一律开罚 请民众共挤时间 坚守防疫政策 让大家一起来努力 抵抗疫情共渡难关 记者林杰万荣香采访报道